欢迎观看真观点 我是真飞 中共两会正式拉开了帷幕 表面上静谧一片 实际上暗潮汹涌 各方势力正在伺机而发 2021年中共的内斗注定刀光剑影异常的激烈 面临严峻的疫情 加上中共所谓的建党百年的政治大戏 还有各派为明年的中共二十大而步步铺陈拼杀 今年可以说会使中共面临巨大的变化和危机的一年 首先 中共各级地方官员要进入换节高峰期 第二 各派的势力定会力拼换节 为明年的二十大争相卡位 第三 二十大将会决定习近平的去留 所以今年的斗争 从地方到中央 从派系内斗到与习的全面博弈将会充满血性 要知道 这可不是真一日之短长 而是真未来五年之格局 他们怎么会不放手一搏呢 而习是我们今天要议论的重点 他身处斗争的中心 自然他的戏份最多 之前传出消息说他在为明年的二十大而步局 要赢得终身连任 但是在各方决力的战场 他有多少把握呢? 他又为自己做了些什么布局和准备? 他最近高调宣布的全面脱贫 真的会成为他的政治亮点吗? 经历今年的建党百年 明年习能否成功三连任? 可是他的身死大关啊! 我们今天就来讲讲这些话题 提醒新来的朋友记得订阅真观点哦 打开小铃铛 对了 我们昨天的新闻连续剧明天讲 因为今天的话题真的太精彩了 我也想赶紧呈现给你们呀 先来说一说习当下的状态 应该说是相当的不安稳 他的不安全感已经举世皆知了 回顾过去习的九年 2017年的十九大对他来说是个分水岭 前五年他反腐打虎 镜头狠足 放下了很多狠话 比如与腐败作斗争 个人生死 个人毁育 无所谓 当时他的一句头上山词有神明是火遍大江南北 头上山词有神明 也正是因为他的这个信念 很多的大事和难事他都一一攻破了 十九大之前 习近平的打虎已经接近贼王江曾了 不少人以为他会一鼓作气拿下江曾 为反腐打虎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不料 江曾派在习身边安插了阴谋家 在王滬宁的吹风之下 江曾假装低头求得一命 习以为成功夺权了 不仅没有擒贼也擒王 还与江曾达成了协议 后来从那一起 习就开始一步错步步错了 他曾经头上的神明 变成了要为之奋斗终身的马克思 保党成了困住他的圈套 以至于之后的四年 没有一件事拿得上台面 党内外 骂习倒习呼声一片 不绝于耳 经历了十九大 七个常委当中 有三个是江曾派的御党 现在习礼又不合 汪洋也被认为是团派的人物 真正的习近平的亲信只有栗战术一人了 你说他 紧不紧张啊 2021年 习自然是想谋求连任的 他的很多信号也已经释放给了党内的大佬 比如他急迫的阻使赖小民 习上台以来那么多贪官落马 为什么赖小民就得难逃一死 因为习要接赖小民来震慑国内的金融挂头 更重要的是要震慑赖后台 增进洪家族 先下手为强嘛 提醒各派 控制点 不要把老子的桌子掀翻了 这枪摆在这呢 不仅赖小民 习最近比较大的一个铺路的动作 就是前几天 他在脱贫表彰大会上高调宣布 中国全面进入小康 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832个贫困村全部栽冒 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 创造了又一个人间奇迹 还说这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光荣 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 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光荣 我有点忍不了想吐了 你们呢 接下来我们着重来说说脱贫事儿 这中共全面脱贫的背后有多少玄机 有多少水分 而习又想拿着脱贫做些什么文章呢 他能否如愿啊 先说习对脱贫这事儿的上心程度真的不是一般的 你们想想从习上台后 他是比任何一位前党魁更加注重脱贫这个问题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8年时间里他先后7次主持召开了扶贫工作座谈会 50多次调研扶贫工作 哎 你们说是为什么呢 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 这是中共执政的历史决定的 邓小平改革开放前中共30年的统治 不仅没有让百姓过上好日子 还在造成了和平时期绝对不可能出现的 饿死3000多万人的人间惨剧 邓小平打开国门时 中国的贫困人口是世界最高 8亿人中有7多人都是穷人 这贫困程度也几乎是全球最严重的 在这样的惨剧面前 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当然就要受到质疑了 如果毛在世 还能够靠着全民对毛的崇拜来维持中共统治 可是毛去世之后 中国严重的贫困问题 就成了一个党在中共政权合法性前的最大难题了 所以加速脱贫可以说是邓打开国门的一个根本原因之一 当时很快帮助农村人口脱贫工作就开展了 而且国务院扶贫办也是在那时挂牌的 所以从这样的历史背景可以看出来 让中国脱贫缩短两极分化 会让中共的这命更稳定 也更长久一些 这也是中共党魁的共同目标 但是习格外对这事不同 他在12年上任之后 就提出了脱贫攻坚动员令 15年制定了为期5年的脱贫计划 立至2020年要达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习这么挂心的原因 当然和建立他自己的丰功伟绩有关 这也是第二个原因了 告诉党内脱贫是他的功劳 整体看习的9年任期 头5年反腐留下了一定的功绩 但是我们说了过去的4年 中共已经在国际环境上苟延残喘了 川普总统的接连打击 中共再难以抬头 一带一路也不断受挫 前景为名 就只剩下扶贫 还能成为习近平 颤颤碎 做做文藏的唯一亮点了 所以在习的心中 脱贫和反腐一样 是要成为他的一张牌的 而且脱贫这个问题 可以作为中共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 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基础 很明显 习近平通过脱贫再展示 他规划了8年 完成了让中国整体消除绝对贫困 庆祝今年所谓的建党百年 有了这个标秉史册的人间奇迹 他就能更顺理成章的继续带领中国 其他人也无话可说 继续认可习权位 所以这一个方面 很明显的就是他在为二十大上 能否三连任而做铺垫 第三个让习如此关心脱贫的原因 可以在习的讲话中看出端倪 习谈到的脱贫取得的五大历史成就时提到了 党群干群关系明显改善 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更加牢固 以及创造了减贫治理中国的样本 为全球的减贫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所以这两点就是为中共的合法统治而扫清障碍了 一方面 修补了中共和群众的关系 从而强化民众基础 另外一个方面 给全世界一个样板 证明中共的合法性甚至是有效性 我知道很多朋友听到这里和我一样都很气了 没事再等等 很快我们就来打脸 那么中国是真的脱贫了吗 熟悉中共的朋友都知道 中共说什么我们都得反着来听 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讲 中国到底有没有像宣传的那样全面脱贫了 而且中共的这个脱贫是怎么来的 首先我们来看看贫困的标准是什么 按照中国官方的定义 摆脱绝对贫困的标准是衣食无忧 能够接受义务教育 能够获得医疗保健 并且拥有安全的住房 2019年国务院扶贫办宣布要绝对脱贫 每人每年的纯收入要达到4000元人民币 那么这个世界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呢 世界银行对绝对贫困的标准是 每人每天收入要达到1.9美元 按照汇率来算一下就是 一年的收入要达到4744元人民币 这样一比较起来 中国的贫穷线比国际水平低了将近20% 也就是说如果按照国际算法 中国还有很多尚未脱贫的贫困人口 那么就是中共用了它自己的标准去全面脱贫了 大家肯定还记得李克强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是1000元 换算过来就是中国有将近一半的人 人均每日的收入是低于5美元左右的 假如我们就算中共的全面脱贫实现了 但是从绝对脱离贫困线的1.9美元到5美元 这里还有一半的中国人 这根本不乐观 讲到这里就要引入一个概念 那就是相对贫困 是指的能够维持生存 但是相对比其他社会阶层 仍然处于较低的生活水平 对比国际社会 这些月收入低于1000元人民币的 就是相对贫困了 所以如何解决这些相对贫困 是个更难的问题 你们觉得中共能解决得了这个问题吗 留言告诉我 如果你不确定 那就接着看这一次所谓的全面脱贫 中共到底是怎么搞出来的 你就会有答案了 在习上次的讲话当中 他提到了投资1.6万亿专门扶贫 发放扶贫信贷4000多亿等等 这些习自己说出来的钱加起来 在过去的8年至少有13万亿 而同期中国的GDP总和差不多是640万亿 算下来这扶贫花了GDP的2%还多呢 这可是很昂贵的扶贫投入了 这种大输血的运动式扶贫能否持久 一旦这种巨大的外部投资撤离的话 贫困地区还能不能自我发展 这个好不容易拉起来的全面消除贫困线 万一这些资金全部走了 咚的一下掉下来了 这不是一笑大方了 被号称美国版人民日报的纽约时报都说了 中国的这种脱贫运动 代价高昂不可持续 他们的记者在没有政府监视的情况下 走访了6个甘肃的村庄 证实了中共当局在扶贫上付出的高昂成本 以来大量可能无法持续的补贴来创造就业机会和建造厨房 讲到这里很明显脱贫表现出来的政治意味更加浓厚 在这个问题上中共也是再次展现了本色 表面吹得天花乱坠 伟大光荣正确 可是内里早已腐蚀不堪 就像被蚕食已经摇摇欲坠的建筑轰然倒塌是迟早的事情 而习近平既然选取了脱贫为自己的政治亮点 其他的势力是不是就会如他所愿的臣服呢 不会 中共的寡头共治模式就是所谓500个家庭来决定中国命运的模式 也不可能让习一人占尽好处 所以习在二十大上的连任问题 各派势力势必会与习全面博弈 就算不能阻止习连任也会借此与习讨价还价 力争分的一块奶酪 我们就等着看吧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你们怎么看这脱贫的事儿 你们觉得习会在明年连任吗?留言告诉我 感谢您观看今天的真观点 我是真飞 我们很快又再会咯 谢谢大家